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的《太陽時報》就報導 有美國國防部的消息人士向他們指出 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沙盤推演 而其中一個模擬場景 就是在2030年的時候 中美在南海水域開拖 到底模擬結果如何呢? 美國反覆做了好幾次模擬操作 結果都是一樣 竟然說老解可以勝出 消息人士說 到時現代化的老解海軍 將會備有最新型的航空母艦 攻擊潛艦和驅逐艦 而戒時中國亦會積累了一定數量的中程彈道飛彈 足夠使到印太戰區內 每個美國基地和航母編隊遭遇到壓倒性的打擊 而到時中國亦會擁有遠程反艦彈道飛彈和極音速飛彈 意味著美軍航艦到時在作戰當中不能絲毫無損 而美國國防部今年的中國軍事力量報告 預計會突顯擔憂 這份報告在今年的夏季便會提交到國會 大家一聽所謂軍事沙盤推演的模擬戰果 都應該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簡直是流過劉剛華 怎會是這樣的戰果 到底這個模擬結果 其實是隱藏著甚麼訊息呢 第一 美國判斷 若然中美之間真的要開拖的話 日期將會在2030之前 目前在特朗普手上針對著中國的四張王牌 其中兩張分別是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 都是牽涉到在軍事上向中國施壓 自從今年初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爆發以來 美中關係就跌到落谷底 美中形成了一個全球冷戰的新格局 如果美中關係真的從過去競爭 走向全面對抗的道路的話 2030將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年份 如果美國真的決定要開拖的話 就未必會等到2030年之後 第二個訊息是甚麼呢 就是提供了一個證據 以表明確訓和增加軍費的重要性 因為這個所謂模擬結果 會包含在今年夏天遞交給國會的那份報告當中 當然要把主要對手說到他有那麼厲害得那麼厲害 說到他有那麼加勢堂就得那麼加勢堂 如果不是 怎樣換取那班國會議員支持增加軍費 其實在2019年12月的時候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已成立太空軍 這個就是美國的新軍種 遞屬於美國的空軍 亦是美軍自從70多年以來第一次設立的新軍種 特朗普又有解釋到為何要成立太空軍 他說太空是世界上最新的戰鬥領域 在國家安全處於重大威脅的時候 美國在太空領域的絕對優勢是完全必要的 美國目前雖然仍然處於領先 但領先程度遠遠不足夠 不過美國很快將會大大領先其他國家 而太空軍將會幫助美國阻嚇敵人的進販 而且掌控得到絕對的制高點 到底太空軍有什麼實際作用呢? 原來不是要將軍人射上太空 或者射去太空站住宅 而是要在太空當中 保護美國的通訊和監測衛星 以及其他美國資產 換言之這也是通訊戰的一種 好了 到底這個太空軍獲得多少軍費呢? 在2019年的時候 特朗普簽署了7,380億美元的美軍年度預選 而剛剛成立的太空軍獲得第一年的撥款 已經達到4,000萬美元 即是美軍相當重視太空軍 特朗普在昨天的時候 正式把太空軍的軍旗展示在公眾面前 而且他還說到 美國正在研發一種比音速快17倍的導彈 而這個將會是全球最快的超級導彈 比起現時國防部的導彈快17倍 特朗普還作出一個比較 俄羅斯現在擁有比音速快5倍的導彈 中國也在研發比音速快5至6倍的導彈 在研發當中 但美國將會擁有比音速快17倍的導彈 現在已經進入了研究階段 故此 美國國防部的所謂軍事沙盤推演的結果 我肯定是留的 只是在研發階段都已經領先中國不知多少倍了 而且美國不是站在這裡等中國追 你還會繼續去前進 還會繼續去研發 好了 到底中國目前如何去追趕這個進度呢? 原來解放軍宣布了 自從5月14日凌晨零時開始 一直到7月31日 就會在渤海灣進行長達兩個半月的實彈演習 有老解的前軍官說 今次的實彈演習 地點和時間都不尋常 第一是位置靠近海岸線 地點選擇在大連至葫蘆島之間 第二是時間竟然長達兩個半月 顯然今次不單只是演習那麼簡單 而且可能是測試一些新裝備 因為航母是大連造船廠負責做的 而葫蘆島造船廠專門製造潛艇 所以估計今次在測試一些核潛艇和航母艦 甚至可能要發射巨浪三型的潛射彈導導彈 而地點選擇靠近內海和海岸線 因為要對新裝備進行保密 不想曝光 很明顯這個就是要試新東西 如果演習的話怎樣演兩個半月 一般就算是美國軍演 最長的十多天什麼都完畢了 可能真的在試新東西 這個很明顯也是在回應 美軍最近在南海和台海一帶 作出軍事威脅 就是要告訴美國 其實中國也是有反制能力的 而在今年的年初開始 美軍頻頻在南海和台海一帶亮劍 首先來說 這件事真是新鮮熱辣 就是美國海軍的一架P-8A海神式反潛巡邏機 在16日時 飛近海南島南部 進行情報偵察 相當迫近中國邊境 而且還涉嫌擦過中國領空 目前海南島南端三亞市 正正是潛艇基地的所在地 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 這架巡邏機曾經進入中國領空 但是這樣大搖大擺 走到海南島南部這麼近 來進行偵察任務 都明顯是告訴你 美國可以大搖大擺 在你家門口進入洋洋洋洋 除了這架巡邏機之外 美國的藍石今年曾經六度地走過台海的中線 而在五月初的時候 美國的B-1B超音速轟炸機 曾經多次地飛越南海上空 以及台灣的東部海域 擺明這些都是示威的活動 還有最新的一單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有一些近岸戰鬥艦 走進南海的爭議水域 這架是美國海軍的吉福知號 目前在馬來西亞位於南海的專屬經濟區 在受估於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的鑽井船附近 進行例行巡邏 這次就是美國海軍在五天內 第二次派遣近岸戰鬥艦 前往這個爭議的水域進行巡航 只是擺明不給面子 那些什麼九段線 完全是當你沒有到 那為什麼這隻吉福知號要選擇在鑽井船附近 進行巡航的工作呢? 原來在四月中的時候 有一艘中國的嵌探船 正正在這個水域和這艘鑽井船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的鑽井船 是進行過對峙的 所以現在美軍就出來了 不要搞太多事情 要維護南海的水域安全 所以中國的船隻都沒有他負了 除了台灣和南海的水域之外 為了應付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美國就決定了 要大幅地確建 位於阿拉斯加的艾爾森空軍基地 這個基地其實就是位於阿拉斯加首府 北部大概400公里左右 是一個阿拉斯加的中部 根據《華盛頓郵報》所說 美國將會斥資超過5億美元 進行硬體升級 包括建設一個全天候機庫 和現代化的地對空飛彈模擬器 這個變化代表著 美國致力於把阿拉斯加的一個偏遠基地 變成一個幫助飛行員 作好現代空戰準備的主要樞紐 而且這個基地將會新建兩個戰鬥機中隊 飛行人數從1750人 增加到3200人 差不多翻倍 相信這個基地 將會成為美國空軍的其中一個樞紐 負責制衡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威脅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